我覺得這樣 林輝煥的問題 當然爭議蠻大 那第一個從零九萬 到現在將近二十萬 這難怪 但是我比較對他有質疑的 就是說從來沒有摸過 國安這一塊馬上升起來 副秘書長 是相當的部長級 是相當的部長級 所以這個當然啦 或許他能力 剛好符合現在執政之需要 那至於我認為林輝煥不實在的東西 我也支持他提告 提告 但是我要呼籲林輝煥先生 你要瞭解 當民進黨 以及你們在側翼 在攻擊人家的時候 你是什麼心情 我希望支持你提告 但是回來以後 希望你們也要防止這些東西 不要去做這些 我覺得林非凡台獨的立場 其實非常清楚 繼這個賴欣德是台獨今孫之後 我覺得他是下一個今孫 很明顯 所以你看到他在民進黨裡面 所受到的待遇跟提拔 這個其實是搭直升機 就是一般其實有 我相信有很多民進黨的黨員 也都很羨慕 他這樣的一個技術 那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兩岸為什麼變成是這樣 漸行漸遠 這個陸委會講的沒錯 兩岸是漸行漸遠 但我要問的是漸行漸遠的 這一個當中 陸委會你沒有責任嗎 你沒有角色嗎 基本上我們設置陸委會的目的 是要促進兩岸之間的一些交流 結果我們現在的陸委會 無論是主委或者是副主委 都當成評論員 就只會評論 但請問你握有政府的資源 你領這樣的一個薪水 請問你又為兩岸的交流 積極的促進兩岸關係 又做了什麼呢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說 的確是越走越遠 那甚至是計劃 那甚至大陸他做的這一些的方法 他現在去列這個名單 甚至去設這樣一個檢舉信箱 我覺得都無助於兩岸關係 的確是沒有必要 但是我就問陸委會 那請問要如何促進兩岸關係 你除了罵對岸之外 那我們這一方面 可以展現什麼樣的善意 就像之前兩岸爆發 這一些漁船的爭議的時候 你做我一個陸委會 你該有的角色 該展現出來的善意 你都有拿出來嗎 所以我覺得兩方的關係 是互動出來的 當兩岸變成這樣 漸行漸員的時候 對岸有責任 難道陸委會 你沒有責任嗎